大家好,咱这一期视频来学习常用换字的结构分析 我们来学习一下缓、逐和剑这三个字的书写技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缓字,大家来看一下 缓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左收右放左小右大的组合 左边的这个角丝旁我们写的时候要尽量收紧 因为右边的字形比较大,比较舒展 它两边的收放关系是对立的,是吧 那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左部角丝旁的写吧 首先起笔高一些,在格子上部的中间位置在这 不要太靠近书中心,因为你要给右边留出左部的空间来 好,第一个缓折是平的,第二个缓折写上去 第一个是宽的,第二个是窄的 然后你看提画往上,右侧是对齐的 这是角丝旁,整个收紧一些,写紧错啊 然后右部的字形我们来分析一下 下部有缓那往两边打开呀 那下部打开上部就要怎么着 写的窄一些,知道吧 上部窄底下宽,我们来看一下 上部起笔其实要稍微的比左边高那么一点点 因为右部字形比较长一些 好,然后点,点,撇画 比较集中,写紧净 你看,横,再来一个横 横近距要压得近一些 这一块我们整个不光要写窄 横向也要写紧净一些 你要给下部的皮纳流出左部的空间来 然后你看,撇画往这 好,横,撇,往这弯 然后纳画直一些往下压 爱,拖出纳脚爱 这是缓字书写啊 右部是上紧,下松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 第二个竹字书写技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左下包的字就是带走着底的一类字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里面的内容我们一定要写窄,要瘦啊 然后外面这个走着底平纳一波三折 要把里面包住之后 还要往外面露出一个纳脚的长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里面的内容居中写 我们起笔高一些 里面内容是寿长的 然后你看小匹往这走 好,弯钩接上去之后 斜下来略带弧度向下 往左边拐过来 然后向上出钩 好,两匹接于弯钩的上部 然后撇点 你看下部留的长一些 撇和这个边的撇和点 都是介于弯钩的上部啊 里面内容比较瘦 然后点画和横对切 好,横不要超过这个点 这个横不要超过这个点 压一下 横折折撇,拐过来 这个笔画非常的短小 看没有 点到横折折撇的间距 与横折折撇的长度基本相等 好,平纳,平出,写下去 把里面包住之后 大家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拖出那点来 这是竹子 带走着底的字啊 我们把走着底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点画起比较高 点的左下方横折撇 不要超过这个点 压一下 一个小括号拐过来 然后平纳一波三折往下走 这是走着底的写法啊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第三个,箭子书写技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左中右结构的字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关键是要把握这个箭子 左中右三个部件的 宽窄还有高低问题 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三个部件写的都是比较窄的 右边的这个金字横往外走一点点 稍微的宽那么一点点 但其实三个部件 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瘦长一些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左边 你看我们看一下它们高低的位置 左边处在这个位置 然后中间是最高的 中间你看写折是整个字的最低最高点 所以我们要往上走 中间字形其实不必要写的太长 往上走 它整体是高的 然后右部有纵向笔画悬真数 我们是整体往下走的 看到没有 三部分的宽窄和高低 主要是写出它的这个高低错落的感觉 不要让整个字显得特别宽特别胖 中间往上走 右部往下走 整个拉长了它的字形 不会让它显得过于的宽 好我们来看一下 点画 点画 然后齐画往上 三点水外侧成糊状 然后中部横画在这 齐笔要高 拐过去 折过去 好是平行的关系 然后中间一竖不要拉太长 然后提画 往上 然后右部小平平低一些 这个平的尾巴与这个横是对齐的 与这个撇折的横是对齐的 然后你看竖平 再来一个横画 好 右部选真数 纵向往下走 这是箭字 大家来看一下 中部是最高的 右部的纵向笔画 竖向往下伸展 箭字书写 你学会了吗 这边 这边 把这样子 有点 就像 像